欢迎你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刚才张教授从熊山事件和蔡英文的外访 其实也谈到了一些事件 台湾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 台湾问题虽然台湾中国大陆一再声称 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但是不庸置疑 台湾问题两岸问题 绝不单单局限在海峡两岸 而是影响力和它的一个 对辐射的这样一个机会和能力 已经超越了海峡的两岸 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可能影响到两岸关系 甚至全球性的目前的一个大趋势 大的发展 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有一定的影响 如何看待两岸关系 张教授 其实大陆现在有些学者已经毫不会员的讲 我们大陆跟台湾之间的过去三十几年的关系当中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也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起码在和平统一这条路上 走得并不顺 也有很多值得拿出来检讨的东西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一点 您在一些其他场上也谈到过 其实有一个思维的问题 我们过去过于聚焦在两岸的经贸利益 或者你来我往多少船多少人多少什么 动不动 我们百万交流 动不动多大的GDP 动不动多大的贸易顺差 所以这个党层次有点或者说看问题的高度有点不够 而且第一点太注重于利益 第二点太注重于这个岛内的小环境 对 我觉得今天我自己个人从做学生时代就关心两岸问题 也是支持两岸的这个和平统一 可是呢搞了这么几十年以后 我觉得和平统一需要个新思维 要新棋子 这点很重要 原来中国大陆的就是以民主感情各种方面来 那么台湾事实上现在造成的结果这些年来 支持这个中国统一的路的人越来越少 那么这其实有好多关键性的问题 首先在岛内的话 那个绿营人士虚解这个term 他就做民调的很多东西 他的那个民调看你怎么问 这个问题很清楚 所以他就把你 他把他其实imply台湾跟中国是对的 那么他其实台湾的他中国 他把两个概念混在一起 一个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历史上的文化的中国 他完全是扣着一个中国在里头 所以这里这样的民调是不准确的 但从其他民调看出来 台湾绝大多数的人超过 百分之七八十七十的人 我相信认为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历史这方面 那么所以呢 从这一方面讲 历史文化是有一个吸引力 但是呢 你历史文化的认同 跟现代国家意义上的认同 是可以被分割的 那么一个简单例子 就是用新加坡做历史 台湾人常用新加坡 所以回来我想说两岸的和平统一 我说中国需要有一个更好的旗帜 就是说中国走的路向 这个路向是有个更大的高度 我想算了一个什么好的社会 有理想 而不是说大家 你发财我发财 因为发财了以后 像西藏 我刚从西藏回来 这让人现在生活改好 都很高兴嘛 对不对 可是你必须要有一个认同 这个认同的话就是一个是 大家认为说我们走的路是对的 台湾对台湾老百姓好一点 我认为台湾问题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最深层次的东西 一个就是认为说是价值观 你所认同的模式是什么 那么台湾不管是国民党也罢 是民进党的更不用谈了 他所认同的模式就是所谓的西方的价值观 那么我最近在那个中国十八学一天文中 我就谈了这个问题 我就特别提蔡英文的就职演讲里讲 我把它念给大家听一下 他有一段说 我们会继续深化与包括美国 日本 欧洲 在内的友好民主国家的关系 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上推动全方位的合作 OK 他讲两个层次 一个具体的一个是理念的层次 OK 就是认同这个欧美西欧的政治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这样他其实的目的是说 想要跟这些国家有特别是美日 有更上一层次的这个安全上的对方 OK 那么但是既然他提出价值 我觉得国内在很多年来一直有一句话 过去我几十年来我全然不赞同 我们要向欧美的先进学习 这是有很多地方是该学习的 OK 绝对要很多人来学习 但是你这很含浑的一讲的话 常常给老百年轻人打算认为说 什么都是欧美好 现在今天中国大陆高校里头很多年轻人 还有老教士 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刻的体验 所以你这个问题 常常这么讲事实上是对于两岸统一是完全不利的 那么今天中世纪上的问题我们刚也讲过了 苏联垮塌以后 欧美的制度有25年的机会 没有任何的可以跟它相抗衡的力量 但25年来的结果造成的是什么 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满意 全世界老百姓不满 所以这就是全世界 为什么今天中国在这个丝绸之路 OK 经济带上面可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同意 那么一方面是跟俄罗斯关系更好对不对 这个阻力减少的 另外一方面是人家看到了一点 这看到一点是什么 基础建设重要 要致富先修路 或者是通讯设备 那么这方面中国有优势的对 那么中国的优势很明显 我在西藏各地人跑了以后真是深有感触 OK 感受很大 但是我们现在认定来说 世界是否越来越不安 回答 现在全球制度是不是需要改进 欧美的模式是不是需要改正 OK 那么世界既然改正的话 世界思想进入一个转折期 那么中国力量是不是在上升 那中国的经验是不是可以在改正的阶段 提供一个好的一个例子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很好 在很多国家里头 很多人愿意跟中国合作 那么我在这么个大好的历史条件之下 我觉得刚才台湾必须给这个对台的宣传 就是必须要建立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层面上 那么这点也不能怪中国 因为中国开始了三十年以前 中国穷得很嘛 对不对 那么小小就认为说 我穷你瞧不起我 我有钱了你瞧不起我 那有钱的人说 你跟这个什么包包户 OK 你觉得你好像没有文化 对不对 OK 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借口 但是有很多东西是理念性的东西 那么这个理念性的东西 是促进任何社会进步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驱动力 美国革命是因为欧洲的启蒙 OK 那么对于还有欧洲的基本资本主义的反思 那么今天中国面临到了这么好的机会 我觉得中国国内的这个对台的宣传 必须要打搞一个更高的层次 而不是今天岛内老是岛内的 是民进党跟国民党或者蓝银绿银那个草 那个东西是重要 但是绝对不应该放在最高的层次上 也就是说话句话来说 如果中国的和平统一的愿望是真诚的 中国对和平统一的这个六条路是坚定的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一点的就是话语权 你掌握什么样的话语权 话语权并不等于说你声音大就是你有话语权 而是说有论述 对有论述 有论述 你要告诉别人说 就最简单来讲 你要嫁给我 我得起码我得说服你 你为什么嫁给我 你说你要强迫人家嫁的话 这个姑娘长大了也很难 是对呀长大了以后他也不舒服 或者说他跟你三心二意 你娶了他也不舒服 所以说今天中国有没有能力 武力解决台湾 太容易了 但是问题是解决了台湾以后 你的负担会很大的 没错 所以对海峡两岸 对台湾老百姓 你包括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利益 都是希望说台两岸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之下 慢慢的接近 但是这个接近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 除了传统的历史文化以外 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的理念上的认同 没有错 没有理念上认同是很难达到 北伐黄埔五百人 结果到后来那么两三年以后 北伐成功 你完全是凭武力吗 当然不是 很多的革命军所到之处 为什么可以功成略地 很大一种民心 民心 民心不单是包括地方老百姓给你支持 敌对者的军心士气没有了 你想想说张学良 他在那时候可以投靠日本 他投靠日本什么事也没有了 他做他东北王 他为什么投靠中央 他有一个理念 一个理念是民族感情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也认同中国的革命 带来一个新的希望 虽然他个人可能会有些损失 我觉得今天你对台湾必须要有一个理念的论述 没错 而且光是给好处是不够的 经济利益能解决人们的一个基本的温饱和一个基本的认知 但是不能真的从根本上能够改变 或者说让人们真的能够和你走 就是说有一次我跟台湾朋友聊天 他说我们台湾绝大部分人都反对一国两制 我说你错了 我说你们台湾人从来没有一次告诉台湾老百姓说一国两制是什么 这点中国大陆有责 对啊 全都在中国大陆 你说你要讲 我说从你的一国两制的优缺点 台湾一点就是说你要一个选择 对嘛 你要么是一国两制一国一制 没错 你要一个选择 然后另外讲 台湾国内的话 你刚刚讲说利益 现在台湾商人很多讲 我现在没有统一的话 我可能还有利益 我统一可能我利益都没有了 所以大家我统一是什么劲 所以这就是刚才张教授说一句话 其实现在一个全球化走到今天 在一片检讨声中 其实这个东西也在潜移默化着影响的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 长期以来台湾岛内这种贫富差异的扩大 和利益的有钱人和他们的过多的分配的问题 所以这里头有很多层次的问题 那么台湾的问题我刚刚从开始也谈了 不能把它跟全球所面临的问题给它分开来 那么这个劳资就跟各种问题 已经是酝酿很久了 那么可是问题是这次是说 蔡英文上来以后 这个她整个团队的这种应变的能力 现在让她等于洪水啊 决堤了 是 那么这个决了堤以后 OK 那你想想看看 那就各的大家都分起校友啊 那是 所以这里头蔡英文有一大别的问题在里头 你现在能够解决了 满意了这个劳工的诉求 那资方的 没错 我工人也要涨工资啊 是啊 那肯定都要涨嘛 那么所以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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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 我觉得很 几个月以前我们在这边 我那时候说 我是蔡英文的支持度 在她得票那天是她的高峰 最高点 以后就往下降了 OK 我觉得现在这看她情势的发展呢 她下降啊 可能会更快 而且说实话 她现在 当然也许她太早了 我还很难说 她会不会是真的 又是一个表现出不能 大家不要忘了 台湾三党政党轮替 三次政党轮替的一个共同特点 都不是在野党的强大 而是执政党的无能 造成的一次一次的 就是比烂嘛 看谁更烂 因为台湾有结构性的问题在里头 你现在的 台湾的根本的结构性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 我们就是生产跟分配 讲到底 OK 生产分配上面要有一个 一种理念 因为有理念的话 大家可愿意说 你现在就知道 共产党在当初的时候 很多人家里很有钱的人 愿意去跟他 共产党干革命 那个抛头鲁撒热血 即使没有抛头鲁撒热血 也过得非常贫贫的日子 对呀 他是心甘情愿了 他放弃少女小姐不当 对 这就是所谓理念的 理想的一个例 你看美国 Sanders 很多人 那么这么多人 而且支持 给他支持钱 都是穷人 是 美国花了25块钱 给他平均25块钱 支持他 对这些穷人讲 也不是个 大大儿了 所以我 这就是我的说 什么叫做一个运动 真正的大师 大的运动 而来的前夕 就是当年老百姓 愿意牺牲利益来 从与的事情 那么现在台湾的问题 根本的话 需要时间来消化 内部的矛盾 跟外面的拓展市场 那么它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 如果那么蔡英文要想安定的环境 他平常也不能讲九二共识 那你不讲九二共识 其实大陆也其实 虽然到现在还没有翻脸 就表示说还可以 准备忍受一下了 可是你那个蔡英文 你就不能再搞什么 又要搞克刚 又要搞些 或者废促车 要想跟中国做切割 我就唱英文 最大的一个 它现在最简单的条路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你既然民进党说 他不反对中华民族文化 那你在中华民族文化方面 在两岸认同方面 不在政治认同上面 OK 就是你想说 想把它冷一下 如果政治上认同 那好了 完全大陆专业 没有问题的 对 你在如何满足给大陆一些 这种安全感 一些信心 它很简单的条路 就是它开始 后来对于中华文化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的东西 一些正面的回答 这有两个很简单的历史 一个是七七抗战 可是我很问他们 一个就是所谓 对孙中山这个问题上面 那么 台湾很多人对孙中山 所以不需要把孙中山 把他搞 你要不然你搞蒋介石 可能 你先把孙中山搞下去 你何必呢 OK 这是很笨的方法 然后七七抗战 那么 没有七七抗战 你蔡英文今天能够他们当总统吗 这是 这是 不过 如果我想你想过这句话 其实我想你当年 那个Bill Clinton 在看到高二选举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都是笨蛋 关键在经济 其实台湾你这句话 宋葵萨英文也很合适 但是搞经济 你要想搞经济 需要时间 需要稳定 而且搞经济离不开对岸 对 解决不了对岸的问题 你的经济还是搞定 就是你这个没有跟对岸结局好 你这个你不稳定 你不稳定 谁来给你搞经济 你们外面 没有国家人来 你要说欧美 你想说欧美来台湾来支持 你台湾今天什么优点 那风险那么大 万一打过来都疯 所以 最基本上就是两岸的稳定 台湾的一切 那么搞两岸稳定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表达一些善意 对中华文化的民族的问题 而且不会很大的那种 这种纠纷 给你时间 所以呢 蔡英文如果是聪明的话 他应该怎么改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台湾有一段 将来有一段苦日子要过 不光是苦日子 最主要就是 现在台湾的问题 其实台湾的民主政治 实行这么多年 我跟台湾朋友讲 我说得要明白一点 台湾的民主学来的 这是舶来品 外来的民主制度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实行了三十多年 应该说是有进步的 但是不要忘了 就像刚才张教授 在上一期节目谈的 制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对 最根本 还是要从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自己的 这个具体情况去着手 当然了 蔡英文的问题 蔡英文还好办 不管怎么样 她坐在那儿 手上有很多资源 现在比较难办的 是刚刚下台的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 现在说实话 现在看来两岸 除了过去的官方交往之外 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 之间有一个两党论坛 对 两党论坛呢 中国国民党的前任秘书长李四川先生 在离任的时候 他尊尊的告诫 新任的这些秘书长和领导层 说两党会谈可以考虑取消了 或者低调处理 也就是说 当然他的出发点是希望让台湾 老百姓 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接受度要增加一点 不要让两岸问题成为国民党的负担 但又反过来讲 国民党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忙 要想从现在绝地逢生 恐怕也是很大的困难 中国国民党前途何在 对自己未来能否夺回政权 或者说对自己该不该有一个新的论述 我觉得国民党的将来我是不乐观的 原因 原因就是当一个政党 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的理念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来凝聚人心吗 是 你现在你想学民进党 投民进党票他们也不给你 只会慢慢把你的票流失 那么国民党将来我相信最大的可能还是再分裂 那么洪秀柱是想有所作为 国民党可能变个小党 这个小党要有所作为 有论述的小党 小党还可以编党 这没有问题 但是你这个没有论述的党 那你这个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军队 你再多的军队也是 对 垮得很快 你历史上都可以知道 当你有一群非常有坚定信念的军队的话 他是很有战斗力 当你是一个乌合之众的话 你垮起来也是很快 中国历史上这个太多了 所以国民党在今天 你必须要有个论述 我说国民党能够作为 首先国民党抛弃 你永远做一个小媳妇的只想在台 你要把这个认同放大一点 就是文党在全球下的格局里头 在全球下的格局里头 你看你如果跟中国 如何找这个方向 那么这一点 可以如果得到 第一点在对内凝聚至少有 不是很多的人 但是那些是非常坚定的知识的人心 你这样子 你才会有力才会有战斗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国民党如果你要有了 这种论述 有这种战斗力以后 你绝对不能放弃 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平台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平台的话 你国民党将来的路子是更窄 我说到共产党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现在有一种说法 中国共产党现在大陆 比较麻烦的问题是什么呢 大陆的两岸政策 经常因为由于台湾的政长轮替 而被迫发生变化 这是大陆的一个很困扰的地方 大陆如何来让自己的两岸政策 两岸论述 虽然有一个中国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原则取向在那地方 但是毕竟你面对的主体 还是台湾的2300万人民 你不能因为马英九执政 我买台南1000吨香蕉 蔡英文执政 我只买10吨香蕉 这跟台南老百姓来讲也有点不公 问题在这 现在有人提出一种思维 大陆应该把两岸问题简单化 简单化里面一个很重要 现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其实是处理复杂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 不相信 OK 你台湾就说把牌推倒重来 对不对 OK 这是你的 这是当时一个方式 台独任务讲说 我们将来我独立以后跟中国说 是好亲戚 好邻居 这是台独的认识 但是在现在 以政治现实讲这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 但是我认为说 在处理在不到那么极端的话 你在国际问题的一个中国原则上面 不要不退让 国际空间上面还是可以 你有所有力量可以管控 那么限制外界的力量的介入 至于说台湾的民间往来 生意归生意 OK 如果生意好 大家觉得有利 那么大家就来 你也不需要去好像片面释放 刻意的 也不需要太多去防堵 就让说台湾 就是说你不需要给它有一些优 那个特别的优惠 就是说很多 在当初两岸关系开始发展的时候 即使在国民党时代 李德威之前的时代 两岸的贸易已经开始 这个贸易是完全由需要开始的 没错 那时候政治是方式 是国民党的反对的 所以如果可以 有一个方面看 一个方面我的建议就是一个 我个人的这种管件 就是说 在大的诉求上面要有号召力 在经贸层面的话 让它回归经贸的实际 我认为说 我认为很多事情 当你看到一个黑暗的时候 事实上是光明的起点 因为使得你重新看问题 就像你刚刚提的一种 排推开重来 OK 这也是一种思维 在几年前你不会讲这话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有的时候处理问题的时候 会让自己的很多 这种说不清的东西 反而能够一目了然 我完全同意 简单化 退出来不要在那个 对 不要在里面 关了很多事情 就把简单化一样